位于巴德的大南森林公园 前身为国防部保一总队大南营区 2017年撤营后 为了保留营区内丰富直升环境 桃园市府将大南森林公园 定位为生态型导向公园 融入生活 人文 教育及社会福利等 多元技能空间 照顾并满足市民生活中的各种需求 我要特别恭喜我们这边 大南附近的乡亲朋友 这块我可以说它是巴德之废 会让我们附近的这些社区 空气非常的好 另外我们也同时已经启动了 我们附近都市的重新规划 过几年后这边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大南森林公园 以后会是桃园最亮眼的地方 大南森林公园工程 于2020年6月正式开工 为保护原生物棲息地 以及考量动植物生长条件 园内建设多元的品官场域 如中央水池 智洪修汽草原区 林间草泽 森林学堂 林间小溪 蝴蝶花园区 活动草地广场等 成为环境教育场所 及居民交流的好地方 平常都带他们来这边 有图书馆 有什么可以看 很多东西都可以欣赏 生态 有什么 就是昆虫类 什么都有 带小朋友来这边很好 这八块处可以参观 有一些鸽仔器跟古代文物的东西 带长辈来逛 还有我们八德玩具图书馆这边 有小朋友可以游乐跟看树的地方 可以散步玩乐 然后又可以获取知识 很不错的地方 公园很大 希望要有停车场 那停车才方便才可以来 不然没得停车 我们现在要绕出去 桃园市公务局表示 大南森林公园朝向环境教育场域发展 提供桃园市民一处兼具生态棲地 防灾制宏与修齐功能的都会森林公园 并在2022年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 最佳规划设计类特别奖的殊荣 新海人解台电视 葫芦霞张言杰 台湾桃园采访报导 总声鼓励 谢谢